央视美女主持人众多 去年董卿就做出了不再主持央视的决定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十分可惜 但是小编却认为 将最美的自己留在镜头前 留在大家的回忆中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同时他们的离开 也让很多人 看到了一些央视其他的美女主持人 李素斯就是其中的一个 他的美属于小嘉宾的美 虽然被一些观众批评说没有气质 不够大气 但是还是不能否认舞台上的 他还是非常有光芒的 最近李素斯也出席了自己的新书发布会 素颜出镜的他状态看起来 似乎也是颇为不错 不过他素颜的时候看起来 倒是和在舞台上有一定的区别 有一些观众甚至认不出来这是他 有一些观众表示李素斯的脸看起来 还是有一些别扭 但是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劲 鼻子和嘴巴看起来都是怪怪的 大概也是因为素颜和化妆的差别 像观众有些不太习惯 这一次李斯斯素颜先生 其实颜值还是能打的 看起来甚至有些霍斯燕的感觉 只是没有了当时主持春打的那一种感觉 不过身上还是多了一些文艺女青年的风范 她的长相虽然没有像董卿和周涛那样大气有气质 但是其实还是非常清准感的 看起来也很舒服 李斯斯的打扮也非常低调 可以看出来在平时的生活中 她也的确是一个很朴素的人 不过话说回来 在央视的一种女主持人中 她也算是人生赢家了 虽然不是最出名的那一个 但是也算是春晚的长青树 更是主持了很多央视的黄金节目 加上感情生活也是非常顺利 低调结婚生子 现在更是开始出书 想必她的日子过得也十分不错 李斯斯之前有个孩子名叫元宝 而她在生了投胎之后 又按下了小儿子名叫皮皮 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和恢复 现如今李斯斯终于正式付出了 这一次的新书前生会上 也可以看出来她的人气依旧很高 有很多本司前来要签名 她也是非常亲切 之前关于李斯斯的一些消息 也是备受争议 比如说加入好门等等 但是之后她自己也亲自站出来 辟调这些不实的新闻 想必这一次她的书中 也会分享一些有关她自己人生的一些感悟和经验 你们认为李斯斯可以称得上 是央视的美女主持人吗 我们下一次合署 晚安 晚安 祝你